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看来呢 你就是因为 没把自己当少爷看 所以才不在乎云儿的身份 三姐姐 我们应该替真情高兴啊 她能找到 这么漂亮的姑娘 四妈妈说的对 我就是个香烛店主 是个穷人 在我看来 要说门当户对 那就应该是指的 新和新的门当户对 而不是财产上的 要说财产 那胡州的爱家 和咱们严家也不当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爹爹有自己的想法 再说了 郑青 你可是长子 应该都为家里着想才是 反正说穿了 我是一无所有的 走出了这个家门 能够养活自己而已 姐姐 你现在已经担当了我们严家的大人了 那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娶妻的事情 爹爹会替你操心的 再说 你现在这个香烛店 你要是成了亲 你怎么能够养活你的妻子 养活你的孩子呀 爹爹 只要您肯接纳云儿 而愿意立刻关了香烛店 回到府里来 你别忘了 你现在是江南首屈一指的 藏树路的楼主 你的婚姻 祖上是有规定的 二爷敢对天起事 定了婚之后 一定全身心地投入藏树事业 否则 天打五雷轰 郑青啊 心不要那么急嘛 你还没弄懂你爹爹的意思 就不要急着回答 爹爹 孩儿的心思 就是要娶云儿 那就是说 你横下一条心 就是要娶云儿了 是 如果我不允许呢 那我们 就永不再踏进严家半步 这就是说 你要离开严家 要离家出走 为了云儿 我愿意离开家 为了云儿 我可以不要藏树楼 我就最不愿意 进到你拿藏树楼 来要挟我 爹爹 郑青 心意已决 郑青啊 这明明是件好事嘛 干嘛 要跟你爹爹闹得不开心呢 这云儿也好 藏树楼也好 多好说嘛 云儿 跟你说实话 郑青是定过亲的人 他和爱家小姐的婚事 真是干地般的 假如 让你做 郑青的二房 你愿意吗 云儿 你也真是命苦 不过我觉得 有像大少爷这样的人 来心疼你 你也就别讲究 什么名分不名分了 是不是 只要能伺候郑青少爷 怎么样都愿意 爹爹 而只娶妻 不纳妾 说得好 这样 云儿 你先回去 郑青 你送送云儿 但是你 不得离开家门 你马上回来 等我的答复 爹爹 来 爹爹 你过去 爹爹 你听我说 爹爹 你别走 你说什么 我想回了 不是二妹 二哥 你别抓我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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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站着干什么 云二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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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哭呀 云二姑娘 我爹爹 他有时候脾气是有点奇怪的 谢谢 你谢什么呀 其实我大哥 还麻烦你告诉我大哥 我准备走了 云二姑娘 云二姑娘 大哥 你怎么会想娶个外乡人呢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能相信他吗 爹爹不喜欢 你没看出来 其实一开始你刚认识他 你就应该知道 爹爹不会喜欢他的 你真的不够聪明 大哥 哥 大哥 那个女孩对你可真有情意 到门口的时候都哭了 大哥 我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喜欢你 今天一定是把他吓着了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人家 你说什么呢 你没看见爹爹的脸色吗 爹爹不喜欢 那又怎么样 又不是给爹爹娶的 大哥 你知道吗 一个女孩 她会为你哭 为你受委屈 而且不是当着你的面 那是因为她怕你为她担心 那说明她在乎你 她会疼你一辈子的 闭嘴 你说的全对 但首先 总得门当户对吧 我们连她家在哪都不知道 这怎么娶呀 我要娶她 我要娶她 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那爹爹一定让你娶艾家小姐呢 我不要 你说什么呢 那么好的小姐不要 非要娶这么一个女子 她到底哪里好 你有没有想过 她真的进了门 从爹爹开始 大家都没法相处吗 我就可以相处 而且可以处得很好 二哥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样会算计吗 什么事情都要沾前顾后左右算计 你什么时候才能想一想自己到底要什么 娶女子是给自己不是给别人 别人 谁是别人 爹爹是别人 我是别人 没规矩 大哥二哥在这说话 你插什么嘴 再说了你猜多大 你懂什么 我懂爱情 爱情 你可以说时髦的词 但不能过时髦的日子 懂吗 我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呢 这不是时髦 这是感情 云儿生来就苦 但这不是她的错 她是读过书的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可以对诗 过日子 她能够做到善解人意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我眼里 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你就会钻牛角尖 像她这种来无踪去无影的人 谁知道明天会跑到哪里去 我看你早晚会后悔的 不 大哥 大哥 大哥你回来 爹爹不让你出去 爹爹会生气的 二哥 老爷 你觉得 银儿不好吗 好 好的我们家正亲为了她 藏属楼主都不当 要离家出走 能不好吗 看来老爷 还是不喜欢银儿对吗 爹爹 爹爹 我大哥没听您的话 又跑去相助店了 安静 陪我去相助店 女孩 我明天就要娶你 我知道 你已经尽力了 可是 我感觉你爹爹并不喜欢我 今天去府里的时候 我吓得腿都发软 郑青哥 我准备走了 你了 但是我肯定要做了